放一个结果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以后的话我会跟各位讲 比如我上课的时候 会跟各位讲说 我是放在云端白板的哪一个档案里面 然后呢你们将来可以 有点像云端的一个讲义 然后呢以后我会跟你讲说 我是放在第几页 你会发现这边有没有 刚刚那个是第几页 应该在这里 这个在第十二页 所以以后 你们也可以在这个上面 找到你要的这个程式 甚至哦 如果你刚刚没有录好 不ok或者录错了 没关系你也可以拿我的 Ctrl C 然后你就直接把 把它Ctrl V 贴到哪里 贴到这边来 其实也会是一模一样 也就是我做完了 我会把它放一份在云端上面 以后你们可以拿来参考 甚至是刚刚还要拿一些 像刚刚那个 有一些公式 我有把它放在上面 甚至这个公式 你也可以自己再把它复制贴上 上面那个刚刚的公式 这个有 像刚刚这个 就是Test的部分 这个部分的话 慢慢自己习惯一下 上面其实我刚刚有提到 有关就是说 更改那个项目个数 尤其这个地方 同学可能会比较不太习惯 因为它预设如果你拖拉到值 预设就加总 因为我们不是要加总 我们是要把那个数字算几个 那就改成项目个数 另外的话群组 这个也蛮重要 群组就是 如果你不能群组 表示你那个资料不是数字 不是数字 那你怎么办呢 就一定要改 改完之后 记得那个枢纽分析表要重做 然后再利用枢纽分析图 产生你要哪一种图 反正就这个地方 大概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顺便玩玩看枢纽分析表 那其他就是 然后再来录制去集 录制完的结果 不过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修改完的 跟 你会发现上面好像有些地方 你可以知道说 原来这一行是什么意思 这一行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 上面的话有一个什么 这个叫注解 那注解的话 就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录制的东西放在哪里 OK 首先第一个 我们刚刚不是做了这个吗 功能出现了 但是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当然不是 因为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那你就不用学了 以后的话就只要录制就好了 OK 对不对 那当然录制的好处是说 如果你有一些程式不会写 它可以自动帮你产生 可是问题是说呢 如果有一些地方 你还要再做修改 那你可以怎么样 知道它程式在哪里 你可以用BBA的方式去做修改 那改的方法 一 请你一样切到聚集 二的话呢 我们刚刚是按执行 对不对 请你往下看 有个编辑 那这个编辑的话 特别注意哦 它实际上就会帮你把 这一个 串接 其实它就一个sub 放在BBA里面的程式的位置 它会自动帮你把它呼叫 到那边 所以我按下编辑 你会发现它会跳到哪里呢 闪一下 其实应该是把这个打开了 有没有 那我是建议将来如果 这个就是所谓的BBA的编辑器 那如果我们打开之后 我建议 请你把它往上面点一下 右下拉过来 建议是把它缩小一点点 就是让它浮在哪里 浮在也是有上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一边看着我们的需求 在改对应的程式 这个后面慢慢再跟各位说明 一请你先把这个视窗 稍微把它缩小 浮动在上面 二的话呢 请各位看一下 这个字是不是太小 那怎么办 把它放大 怎么放大呢 工具 选项 里面有个撰写风格 工具 选项 撰写风格 字的话呢 至少把它放大四左右吧 按确定 没有 字就相对放大了 再来的话呢 顺便讲一下 到底这个程式放哪里 还有就是说这个程式的规则 你会发现 录下来 它一定是sub end sub 特别水 也就是说将来 如果你要产生一个按钮的话 基本上你就想不到sub 这个是头 这是尾 名称在哪里 在这里 后面一个小刮胡 程式就在这里面 OK 但问题来了 这个程式 好像看得懂 又好像看不 应该是看不太懂 可是我要怎么让它可以看得懂 一 请你把上面的这些单引号都拿掉 反正只要是单引号开头的都是注解 然后二 请你把这个上面 加上我们刚刚做的 一 现在上面加个单引号前面 第一个动作 我们不是有做三个动作 我们这个第一个动作做什么 什么 你可以打一下 这个自己打 游标 放在哪里 放在 应该是一二吧 OK 然后 就下面这一行 Range 所以特别注意 VPA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物件 叫做Range 你想说 老师Range不是范围吗 对 它是一个范围 但是它也可以指一个储存格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单一个储存格就打 一二就可以了 但如果说我今天要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这样子 一二到H二的话 那我只要把它改成什么 一二到H二 这样就是一个范围 OK 那点slide就是游标放上去 OK 所以我们就是 第二个动作做什么 这个二 我好像是什么 输入公式吧 或者是 就是 对 输入公式 OK 就我们输入公式 打错了 公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 我们 第一 它的程式里面写什么 Active 目前活动的sale sale就是储存格 那formula就公式 R1 R1 C1的话就相对应的关系 R的话就列 C就蓝 R就row C就column 也就是说 它是以哪一个 这R1 C1 实际上就是A1 以A1当基准的相对位置 所以你会发现 这什么R R就同一列的意思 意思是说同一列 D一列 C的话呢 像 E的话就是相差几蓝的意思 不过跟各位讲 这种写法真的只有 具体自己看得懂 说真的要我们来写 我们不会这样写 我后面会教各位另外一种写法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后面等号 等于 然后后面的话 这个里面就是它的公式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公式里面 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的那个里面 原来的双引号 它会变什么 一个双引号会变两个 为什么 主要原因是因为 在这个VBA里面 它用双引号 也是拿来代表文字 那你这个公式里面 也是代表文字 它会分不清 到底是VBA的双引号 还是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所以它有一个规则是 如果是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一定要把它变成两个 来作为区隔 这个可能大家知道一下 因为后面我们会再用到 所以输入公式 然后再来的话 第三个就是什么 向下填满 所以我这边自己稍微打一下 向下填满 就是快点两下那个空点 它的程式是selection 你会发现只要有个select的动作 select 就会有一个动词 变成一个 这叫售词吧 selection 就产生一个选举区 auto fill 就是自动填满 destination 就是填满到哪里 12到 1的10 就向下填满 全部帮我填满 OK 同样的道理 底下的话清除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底下的话 这个第一个 当然游标一样 所以这个把它复制过来 游标放在12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control shift 应该是control向下 所以这个把它打一下 control 我习惯这样 ctr ccontrol 加上 向下 control shift 这边 shift 加向下 OK control shift 向下 就是向下选取 然后第三个这个 就是 按下delete 这个 delete 这个键应该知道 按delete 就是 好 这样的话就是 再让这个 聚集上面 请你加上註解 OK 如果还是会有同学 会问说 老师那 这个如果不打 註解的话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只是说 你下一次在看 你应该看不懂 对 你根本就添书 哪个地方是干嘛 干嘛 你怎么会记得 OK 所以 加上这个用意是说 你要记得 你曾经做过什么 动作 你回头看哦 你程式才可以看得懂 那另外的话呢 记得哦 只要单引号开头的话 就是 所谓的注解 这一行程式 就不会被执行 那你千万记得哦 你不要说 每一次只把它抵立得掉 那就错了 有没有 因为他什么 他一定会出现说编译错误 这个他看不懂 因为 只要没有单引号 就是程式的一部分 这个他怎么看得懂 所以 如果哪一天VBA 看懂中文的话 哇 那就太棒了 但应该没有 没有这一天 除非我们自己在写一个 中文的VBA吧 OK 应该没有人想要投资做这种事情 OK 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环境 那重点提 一 按这个按编辑 不然会闪 不然你就按这边也可以 二的话 请你把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字把它放大 然后呢 再试着把上面加上那个注解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如果你加上注解的话 你自己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再来的话 回去有 时间 可以试着找 你工作上面 如果有类似重复的动作 你就多演练吧 因为 录制聚集的话 其实将来工作上也蛮多地方 可以拿来用 因为只要重复的动作 你就可以把滑鼠键盘的动作 记下来 然后呢 按下一个按键 那件事情就搞定了 但是呢 录制聚集还是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呢 然后他录下来动作有些是固定的 那如果你希望呢 这动作有一些弹性 或者是说你还可以再跟其他地方结合的话 那后面你就可以再跟所属的VBA做这个什么 做衔接 然后呢 以后如果你看懂 这个录下来程式 然后搭配VBA做程式修改 你就可以改成完完全全符合你工作上的流程了 可以改得很复杂 把所有的动作呢 全部都串在一起 另外跟各位讲一下一个技巧 就是你录制聚集 不要一次录太多动作 有没有 你就先录三个三个三个 全部再把它串在一起 也可以喔 有没有 你先录第一个动作 然后录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 全部其实可以分好几个按钮没关系啦 或者说你要把所有的按钮全部串在一起也可以 之后我会再跟各位讲 你可以不要一次野心太大 因为你录太多动作很容易出现错误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再把那个VBA的环境稍微熟悉一下 那字把它放大一下 另外的话也在这个 你刚刚录下来的东西 要的程式上方加上注解吧 不过我看应该会不会有同学刚刚N区 然后多做了好几个动作 是我刚刚没有的 那你要怎么样N区给它重来了 有没有 OK 如果你看到的程式跟我刚刚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表示你刚刚做的动作应该是很标准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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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